布林肯称 美国应在中美关系中掌握主动权 强调这个问题 是不是缺什么就想补什么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罗小飞 在24日一次论坛对话中的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再次谈到了中美关系 回顾了拜登政府过去一年的对华政策 说了没有比中美两国间 更复杂更重要的外交关系了 中美之间呢 既有竞争也有合作 但是他感觉到 现在对抗性成分就变得越来越多了 布林肯认为 现在的中国和几十年前不一样了 无论在地区之内还是地区之外 都变得更加自信 更加咄咄逼人 至于说什么叫咄咄逼人 布林肯没有具体举例 那么我理解 这个自信和咄咄逼人 不是因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 言辞态度更加坚决 更加强硬 而是来自于中国的一些实际行动 给了某些国家真正的压力 比如说我们在台海 还有台湾海峡的军事活动 比如说我们对一些国家的制裁和反制裁 不过在我看来呢 我们可能还不够咄咄逼人 或者说我们的咄咄逼人 还不算成功 因为真正成功的咄咄逼人 对方是不敢抱怨 或者说是不想抱怨 估计呢 也是为了显示跟特朗普的不同 布林肯对美国重返国际组织一事 特别的重视 他说美国需要在国际组织中 充分的发挥参与和领导作用 因为如果美国缺席了 就会有其他人马上补上 而众所周知啊 如果美国失去了领导作用 美国担心谁会继承呢 至少2008年以来 美国讨论和担心的接替者 就只有一个中国 所以布林肯的讲话还说到了 美国后退一步 中国就会前进一步 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他还引用句老话 正所谓不为刀举即为鱼肉 如果自己不是厨师 自己就会出现在菜单上 国内很多媒体 对布林肯这段话 已经进行了抨击 这个我们不用重复了 毕竟 不管我们怎么咒骂布林肯 怎么咒骂美国 也改变不了他们的思维方式 还不如通过这些言论 了解一下美国的心态 到底是什么样的 美国的外交思想啊 是典型的现实主义思想 或者说通俗一点呢 就是相信丛林法则 相信立大者为王 需要让自己 维持在一个全球的统治地位上 安排其他所有国家的任务 比如说对于中国 美国就希望中国在经济上相对强大 但是在政治和军事上 要相对弱小 只有经济相对强大 并且人口众多 才能够有足够的购买力 足够的市场 去消费美国产品 并且能够成为 美国商业帝国的下游产业链 如果能够满足美国这两个期望 美国就把中国当作阵营里的小弟 所以有一段时间 美国对中国的态度 就是希望中国能够改换门庭 改换意识形态 加入美国阵营 但是呢 他们后来也不明白 为什么中国就不肯接受这样的安排 而现在美国说 不为刀举即为鱼肉 也是出于这种逻辑 担心中国如果走到了全球政治领导地位 会不会和美国现在一样 把别的国家置于被控制的地位 那样美国就成了中国的产业链 成了中国控制的市场 如果用中国人的一句老话讲 这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 其实中美的这方面的差异 不仅仅是政治格局问题 也是文化传统问题 和政治智商问题 争夺世界霸权 用沙文主义思想去蔑视其他民族 都是注定会让自己走向孤立和失败的 这一点我们是了解的 而西方很多国家 长期以来所持的 恰好还就是这种思想 所以中美很多冲突的根源 就是这种文明冲突 当然我也希望我们的人 以后不会犯这种错误 至于说美国退一步 中国就会进一步这个说辞 很明白的说清了 美国现在对持续控制 全球政治格局的能力 已经非常忧虑 所以布林肯强调要巩固联盟 才能形成让中国足够重视的经济规模 本质上也是缺什么 就让让它补什么 而且我们也要注意 这个思路也说明 美国已经不指望在军事上 能够压倒中国 而是要通过联盟这种方式 在经济体验上占据优势 如果跟中国单打独斗 美国都嫌自己体量不够 这哪里还有什么独立称霸的模样 所以我们现在可不可以说 虽然当前真正咄咄逼人的还是美国 但是美国的心态 在高傲的背后 已经是高度的忧虑和紧张 好 关于强大的美国 怎么开始担心自己变成菜单上的鱼肉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 我们下期再聊